投一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喔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你知道這個Philip Buster什麼意思啊 就是有人把它翻成費力把勢拖 拖延的拖 Philip Buster 少數黨議員因為常用冗長的發言 拖延了意識辯論 然後意漢就胎死腹中 顏老師現在美國這樣子做 這也算是一種民主嗎 你怎麼看呢 這個是一個老議題 大概已經快就是20年左右 在歐巴馬上來 大概就歐巴馬之前就有討論過 在小布希時期 怎麼樣呢 就是說美國參議員 幾乎每一個人 總統你有否決法案的權利 可是參議員一個人 就可以否決你這個法案 不讓你來進行投票 就是這個他不斷的攏藏的辯論 那我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有C-SPAN現場看 對 國會頻道 他們怎麼談呢 他們就是也是把有點像我們立法院 把這個毯子什麼床都帶進去了 然後輪流來講話 講什麼呢 沒東西好講了 有人就讀聖經 一頁一頁念 有人呢 就最早之前 美國還有那種電話本 他就把那個所有的名字一個個念 各出其招 就各出其招 因為反正就是不讓你投票嘛 那你可不可以阻止這個 可以 你要60票 就可以說不准再這樣子完了 那可是你知道現在兩黨的狀況 在參議院 通常就是50幾對40幾 很難到達60對40 所以你另外一個黨 沒辦法擋住它 但是這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這一個議事規則 並不是憲法的條文 而是參議院的內規 那這個內規呢 可以用50票就把它給取消掉了 那好 所以現在民主黨說我有50票嘛 加上賀錦一票 51票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廢掉了 那你共和黨不可能用一個人來擋我 因為我沒辦法 你湊不了 我湊不了60票來把你擋住 但是我50票 我乾脆大家都不要這個了 所以有一段時間 他們稱這個叫做 用51票把它否決掉 把這個制度給廢掉 叫做核子這個option Nuclear option 核子選擇 就是說好了大家都沒有了 那以後你萬一是民主黨變少數 你也玩不了 可是有一些民主黨員 參議員那個時候也是這樣子 就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參議院 身為參議員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是我們手上最大的權力 一個人可以擋法案 就像我們常常提到 曼清一個人擋民主黨的法案一樣 那你一個人可以擋法案的時候 如果今天把這個權力拿掉 那我不是跟眾議員一樣了 所以當時在這個小布希時代 就湊足了就是有12個跨黨派的議員 進行了妥協 就說好有一些 譬如說玉山案 我們絕對不能這樣打 就是部分的法案不能用這個filibuster 其他的還是可以 那就達到了哇 那個時候有幾個老議員就好高興說 God saves America 美國人救了 就是上帝救了美國 這個制度保住 可是大家都會想到說 當我是多數的時候 我就怕少數玩這個 所以我乾脆把它廢掉 可是呢 少數就會 如果你是多數的時候 你也會想說 萬一我變成少數呢 那我還要用這個 所以大家都會有這個私心 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那這一次 大家看起來覺得說 我現在是50 我實在沒辦法做事 所以我必須要用這個東西 來處理這個議題 要不然拜登什麼東西都推不動 對拜登什麼都不能做 但是現在你曼清一個 就是本來就有些不支持他的 那還加上這個Cinema 這個亞利桑那州 這個女性的參議員 所以他就48票 還差兩票 那要說服這兩個人 放棄這個參議員最愛的權利 我覺得不容易 是啊 可是近平 這樣不是就破壞了民主嗎 因為身居烈士 所以就要用手段 把這個規則給改了 其實會不會讓你覺得特別有改 尤其是身在台灣 所以美國的民主 往往是他自己去扭曲 他的定義說了算 拜登還號稱會比 這個他的前任川普更民主 然後一直罵他的川普 的確川普是一種民粹 但是他用這種方式 只是為了推他的這個 選舉改革法案 能夠在參議院趕快快速的通過 以免夜長夢多 恐怕他自己對民主黨內 有很多不服他的人 他可能都沒有辦法去擺平 以至於剛剛研導師說過 50個人就可以在這個 參議院的內規裡面 去解決這個問題 減少了這個規定 他其實怕的就是 共和黨又有人 把這種狀況拿出來 再秀一次 我記得之前 不管是共和黨議員 還是其他 像這個盧比歐等等 他們在那個議院 參議院 甚至這樣發表 那個攏藏的言論 可以創下50個小時的紀錄 我記得那時候外電還有報導 他一個人就在那個台上 頂多講一講話就喝水 然後就站在那邊 一般都是八九個小時 八九個小時 你就受不了了 從早上到下午 可能就八九個小時 那人家是 而且只能喝水 對只能喝水 不能吃漢堡 然後他就站在台上 然後什麼到處 天南地北到處聊 就好像開直播一樣 可以這樣50幾個小時到70個鐘頭 你會讓這些參議員的 這國會議員會抓狂 所以當然這是一個很老人的做法 然後也是一種拉鋸抗戰 然後也是一種焦土鑽 被美國國會以視為一種 是一種技術性的意思杯葛 但這就是民主啊 你要拿掉它 那你要尋求自己民主黨內同黨員 剛剛這個林老師說 美國這個民主黨在國會 加上賀錦麗掌握了51票 那其實還有一個無黨籍的 加起來52票 可是不要忘記 之前美國拜登裡面 他自己的民主黨裡面的大佬 他都擺不平 要他通過他裡面的這個 他的一個新的改革的租稅法案 他就不贊成 然後在那邊講說 他會這個成為壓倒民主黨的一個 這個最後一根稻草 然後呢又一直頻頻在施言 口誤把賀錦麗又叫總統 現在很多人都在猜 拜登是不是已經撐不下去了 那個雖然才就職一年多 可是是不是後面兩三年 你看這個時間 他雖然拜登不斷的展示說 他七十幾歲八十歲 他還是這個很有活力怎麼樣 可是他都在講說 你撐不下去賀錦麗又不行 然後川普又在那邊 這個那個 在旁邊虎視眈眈 集結了三四十%的支持度 那眼看共和黨內 又沒有取代這個川普 可以去問頂大位的人 所以其實很多的美國人 不只是對拜登沒信心 還認為說 你這樣的一個狀況垮了 馬上這個共和黨的川普又回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選擇這種方式的時候 剛好給一對手 又可以更加的去打擊他 美國的民主到底是在玩在你手中 還是真的已經死了 是啊 就讓大家更加的不解嘛 尤其是你還知道說 有一些英文的用詞不雅 所以要把它修飾 把它避掉 可是你會願意對那些改口 但是卻不願意 稱賀錦麗總統的時候 來改口 這不是讓大家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拜登讓人覺得 實在是越來越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怎麼樣了 不可信不可靠嗎 不可靠的美國總統拜登政府 現在難道說還要甩鍋嗎 你看到FED主席鮑爾 他現在已經講說 要正視這個高通膨的問題 高通膨對實現充分就業 構成嚴重的威脅 但是現在呢 是要把高通膨的責任 要怪到企業的頭上嗎 因為白宮表示 通膨與企業合併和貪婪有關 企業就在問 怎麼會是我的錯 這鍋我可不想背啊 你看有的財政部官員還提議說 應該要優先放寬關稅 降低美國消費者的壓力 可是拜登政府呢 沒有對關稅採取什麼行動 那麼部分的理由是關稅是 美中裁派的籌碼 大陸那邊沒有做出重大的讓步 美國怎麼能夠先鬆手呢 亮哥 不成語這一派的人 他一定會認為 通膨關稅不是主因嘛 他們過去是讓他的解釋都是 因為港口阻塞啊 運輸問題啊 或者供應鏈的斷裂啊 因為下單太晚等等啊 所以導致這個供不應窮啊 那坦白講 他之所以不能夠處理關稅 才不是這種原因耶 真正的原因是 就是怕人家說你對中國讓步嘛 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人家說通膨你要不要解一下 這個至少我們不要說解通膨啊 至少可以讓老百姓買到一些便宜貨 那對總體通膨 我認為影響不是主因啦 因為坦白說你降了關稅 企業也不會立刻降價啊 企業搞不好想要多賺幾個月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存貨還是按照原價賣啊 然後隔一兩個月才開始降價啊 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 所以那個降價 這個經濟學也有過各種研究啦 就是說你降低關稅之後 是不是物價就會很快的降下來 坦白也是一個很不規則的啦 各行各業都不太一樣 是 所以我覺得總的講 事實上就是對通膨的憂慮啦 所以讓人家在思考這一點 就是說他現在大概消費信心指數 再又稍微提高一點嘛 本來是下降了那現在又提高一點 那可是那個信心指數 搞不好是提前購買呢 你懂我的意思 因為就是我還是擔心通膨嘛 對 所以我就先買了 先買 對 對不對 免得以後漲更多 對 所以感覺上好像說 我現在再盡量買買買買買 那搞不好我是在囤貨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現象我覺得 會表現在方方面面啦 這個12月CPI數字就要公佈了 是 是 比如說原物料啊 衛生紙啊 還有罐頭啊 很多東西啦 美國人還是會囤啊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加入訂閱衝刺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